南下高雄庙宇参拜 媒體追問蔡賴沛 总统蔡英文不回应 不过现场群众支持连任声不断 总统府秘书长陈菊 和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同场相挺 蔡英文除了花了十多分钟 阐述市政理念 支持时指出 一路走来遇到很多困难攻击 蔡英文攻击字眼指谁 没有明白说明 昨天下午前行政院长賴清德 回到家乡新北市万里 舉辦簽署会 他强调希望大家不要互相攻击 从这场总统初选 来提升选举文化 尽管党内传出为了避免分裂 敌案召开临时拳戴会 改以征召取代初选 但赖清德已向民进党五人协调小组 表达坚定参选意愿 坚持走完初选 形同蔡赖配破局 而高雄市长韩国瑜 脸书发文 被解读表态不选2020 赖清德则表示 他个人期待和韩国瑜 来场君子之争 谁赢 谁带领台湾向前走 记者综合报道